日本夏季甲紫园西东京大会今天出现单场41次4次球的罕见记录。 写取自日本雅虎网站记者尼婉军综合报道,单场41次4次球。 日本夏季甲紫园西东京大会今天就出现这项罕见记录, 由日大和秋高校迎战明大中野八王子, 结果两队和季得到34分,单场更出现多达41次4次球, 就连看台上的球坦都吓一跳。 这场比赛经过超过四小时激战,双方你来我往, 日大和秋在一局上就得7分, 但明大中野八王子随后就扳回6分, 到了三上日和再得5分,但明八在4, 5两局又在天9分,5局打完,日和以12点15分落后, 日和在8,9两局又拉尾盘,各攻的三合4分, 中场就以19点15分胜出, 也晋级西东京大会八强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日刊体育报道,两队投手都为主审严格的好球代所苦, 也因此合计送出41次四四球,大幅刷新去年单场19次记录。 祝四四球为四坏球,故以四坏球和处身球的统称, 本类版后方也集结不少球探, 就连这些看球经验丰富的专家都惊呼, 单场超过40次以上的四四球, 还真是头一次看到, 今年是日本夏季甲子园100周年, 参赛名额也增加到史上最多的56所学校。 要取得参赛资格, 就必须在地方大会夺冠, 才能抢下8月5日开打的夏季甲子园门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